小桃 表哥 问你个问题行吗 问 你真的爱上小桃了 其实 他和杨康之间的感情 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你操心 来 小桃知道你跟我的关系吗 不知道 没必要瞒他 找个机会告诉他吧 还有 上次他爸住院的钱 是你交的吧 对啊 他现在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你几秒的需要 有什么需要 跟我致志吧 好的 你一直跟着我 你一直跟着我 才会不分彼此 我们俩就因为太像哥们了 所以才分手了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 就应该 就应该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哪个女孩不希望男朋友 让着他宠着他 那宠坏了呢 真正赌溺的人 不会被宠坏的 以前我不懂 现在我懂了 可惜 我们太慢了 所以啊 同样的错误 不能让小桃再承受一次 好了 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当然 你呢 要不 我送你回家 你保护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好了 赴戴回去睡觉吧 对付小桃需要的可不是一般的体力 不是招你 乐叔叔给了我任务 童童的父亲 是啊 麻烦你把童童的地址给我 我让他给您打电话的 我让他给您打电话的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情 我们自己处理就可以了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童童的脾气 行 我知道了 等等 童童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放心 我不会绑架他 注意方式 我虽然不是你的家人 但是对待女孩子 我比你会选择方式 特别来 对 室单 懂能何了 走 这可是我和杨康的孩子 他要是知道了 嗨 嗨 哟 这谁家大美女啊 找错人了吧 盯着我看着 我知道我是帅哥 我们复婚吧 你说什么 我没听见 我们复婚吧 我 我 没 我 我没听错吧 我怀孕了 别看了 才刚刚有 我当爸爸了 我当爸爸了 哎呀 别闹了 你不能去了运动 有宝宝呢 我真的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这怎么办 我还没准备好呢 我没准备好 媳妇 我是不是得给宝宝买个礼物啊 哎呀 傻瓜 我们应该先去宗教你爸妈 对对对 我们得先告诉爸妈 他们会高兴死的 从现在开始 媳妇 你就是我的老佛爷 我就是你的小康子 老佛爷 嗯 小康子带您回家 老佛爷起嫁 不过您 Eh 我去换件衣服啊 哎呀 我去换件衣服啊 哎呀 你说是谁啊 你换什么衣服啊 小小小小小小爸 哎呦 哎呦 亲家 哎呦 亲家来啦 啊 张康 你看,那么早过来也不打个电话 杨康,出来 先坐先坐,别急,我给你叫去 我不坐,出来杨康 听见,你先消消气 出来 杨康在呢,别急,你先坐会儿,我给你倒杯水 杨康 我给你叫去 你少点给我出来 别急别急,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叫 来来来 杨大哥,你先聊着 我没那福气 杨康 有什么事儿,咱们坐下来说 您坐,您坐 妈,妈,你挡我干嘛呀 妈 我跟你说啊 你都不知道她气成什么样了 现在出去,她伤着你怎么办 伤着也是应该的呀 谁让咱跟人家女儿说结婚就结婚 说离婚就离婚呢 你个臭小子,知道你还那么做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也没想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先让你爸跟他谈一会儿 你现在出去,那就多危险啊,你傻呀你 雷大哥,请喝茶 我不喝,我要见杨康 出来 杨康 敢做不敢当啊 你是男人吗 让开,让开 出来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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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脸叫我岳父大人 亲家,有话好好说啊 这不还是孩子嘛 孩子?这把婚都离了 要不是离婚这会儿都当爸爸了 对,不管怎么说,是我不好 岳父,伯父,您别急,我跟小涛之间确实有点误会 误会,有点误会 这婚都离了还算有点误会 你怎么这么没有责任心啊 你把婚姻当什么了,你把我女儿当什么了 杨康,这就是你的不对务,赶快陪你道歉 对,我道歉,伯父,是我不好 谁稀罕你道歉 那么好一个姑娘,说娶就娶进来 说不要,一脚就踹了 伯父,这件事您误会了 不是我不要她,是她不要我 行啊,杨康 小小年纪你学坏了 你不但不负责任 你还学会了推协责任 我问你,这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 是雷小涛给你代签的 还是别人用枪逼着你签的 伯父,当时的情况您不了解 事情都走到那个地步了 我真是不签不行了 屁话 能好好说话吗 你说你,你这大人跟孩子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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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孩子不好好管教 你反倒说我来了 伯父伯父,咱们有话好好说 别激动啊 反正我呢,是从来没有想过离婚的 什么什么什么,说什么呢 这婚都离了八百年了 还说不想离婚 这不还可以复婚呢吗 复婚 妄想,痴情妄想 这么好的姑娘进你们家门 连声招呼你们都不打啊 这我们不是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 这人都进了家门还说不知道啊 是进了才知道的 我们这不是也没准备吗 伯父 我还是爱小桃的 呸 亏你说得出来 爱他 有感情 还离婚 有感情还把他抛弃了 不是,这里边有误会 我也是我脾气急了点 我改,我改 不用了 不用改 你就这样挺好 以后啊 只要你别去骚扰我女儿 我就拜高福烧高香了 对了 今天我来的主要目的是想通报你们一声 我的女儿已经有男朋友了 是个杰出人才 帅子,有钱 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 以后别去捣乱啊 别去骚扰他们了 行了,伯父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杨康也是个有脸面的人 既然有您这句话 放心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 我也不会去找他 为什么要打一辈子光棍啊 那是因为我们不想要 想要啊,明天也能结婚 好好好,我算是看出来了 就冲你们的牛劲 所以你们就随随便便地娶了我女儿 又随随便便把她踹出家门 行了,行了 都别说了 伯父,您放一百个心 您的女儿 我要是再去找她 我就不是人 好 小贼,有种 你这话我记住了 你自己也记住了 今天家长也在,也记住了 以后再去骚扰我女儿 我打断你的腿 要个家长都听见了,作证 不错 再见 行了,行啦,行啦,行啦 行了,行啦,行啦 这孩子 你说你 这话一到耳朵口就横在那儿 就进不去了 进不去就不进呗 你说你 人家都打上门了 一句话不吭 你怂啊 人家每一句话都在理 这个事本来就赖杨康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好啊 怎么在理了 这离婚就他女儿一个人难受啊 我儿子难受的时候他知道吗 别说了别说了 都给我别说了 小小的屋檐 挡不住雨点 情花过之间 愁伤的心结 好了 请睁眼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吧 暗示着秋天 像你一样的天 转身的瞬间 爱已经不见 这没看出来 你还是起源忧天的人 这不还没出事吗 别忘了 随小头 你到底去哪儿了 那你就直接冲动放弃 还要更好的等着你呢 算了吧 累了 一辈子 就冲动那么一会儿 夜 renowned 昏暗的光线 遮不住思念 灵魂的同学 谁呀 你是 我姓苏 我找乐彤彤 彤彤 雪儿姐姐 等 吃饭了 来啦 来 穿这么漂亮干嘛去 不告诉你 是不是去约会啊 是不是去约会啊 对啊 是不是跟小罗 才不是呢 不是不是 就算不是吧 爸爸看你这样真高兴啊 我以后要天天这么高兴 爸爸也得高兴哦 你高兴我就高兴 陶啊 陶啊 我知道 爸爸是个 不称职的爸爸 爸 你干嘛这么说嘛 虽说不称职呢 但跟天下所有的爸爸 都差不多 我知道 你不愿意 不 不用 让我自己来吧 爸爸 你不用对我特别好 像以前那样就可以了 我说真的呢 如果你每天都这样黏黏糊糊的 动不动就疼爱我呀 我才受不了呢 而且 我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 大人呢 就应该我来照顾爸爸 来 爸爸吃鸡蛋 爸爸呢 只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我就开心了 以后呢 我要是有了孩子 你就可以陪他去逛公务园 钓鱼啊 说得我心里乖痒的 我也盼了这一天 所以 我希望你跟小罗 早点满婚事办了 让我早点报仇外孙 爸 胡说什么呢 不准提他了 不提不提不提 但是我看出来 小罗是真心喜欢你 你要抓住机会 你要真心 机会不要错过了 好吗 来 吃油条 不要 你不是最爱吃油条吗 油条对身体不好 这个以后我再跟你说 去哪儿啊 出去啊 到底是不是找小罗啊 爸 我告诉你 我跟罗毅昨天没有关系 今天没有关系 明天更没有关系的 跟谁有关系 告诉爸爸 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 行了 爸 慢慢吃啊 我先走了 去吧 哎哎哎哎 我跟你说你去哪儿我不管 但是你一定不能去找那个混蛋 不找他不找他行了吧 走了拜拜 嗯 原来我曾犯的错 我会一直为你等待 喜爱姐姐 你先吃个苹果 哎呦 我给你倒杯水啊 来 你们在哪儿呢 我有好消息要宣复 我准备出份上班啊 彤彤在家呢 什么好消息啊 那你先上班 等会儿我跟童童一块去找你 什么好消息 先透露一下呗 你跟杨康要复婚 不是啦 一会儿见面说吧 拜拜 嗯好吧拜拜 哎呀 Pin 官司 你没看到我啊 邹公子啊这么巧啊 光街啊 去哪儿 不管你的事吧 只过了一个晚上 用不着这么凶吧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别来找我了 今天状态不错嘛 那当然 我以后可是孩子的母亲了 我得给孩子做好榜样嘛 有决定了 当然 说来听听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就算是朋友 你也可以说来听听吗 你干嘛对别人的事 这么好奇啊 你对我来说 可不是别人 你有可能是我未来的 妻子 你 我都有孩子了 你干嘛还那么小 就算你有孩子 但是你没丈夫 我永远都会这么想的 你 好了 不管你去哪里 我送你 我去找杨康 你也送我吗 当然 你这个人脑袋里想什么呀 本来是应该他保护你 只是他放弃了这个权力 我很荣幸得到这个权力 所以我要好好地把握 你说对不对 走 上车吧 不要 他见了你 他就不会跟我好好谈了 你真的打算去跟他好好地谈吗 对啊 为了孩子 也算是吧 你想用孩子去拴住 男人的心 喂 你别误会我想阻止什么 我只注重你的幸福 不管大人间的感情有什么纠纷 孩子是无辜的 如果你想留着他 必须为他着想 我就是因为替孩子着想 所以我才去找他呀 找他是对的 但你不能为了孩子 如果你仅仅为了孩子的话 将来你们复合 受苦的是你们三个人 明白吗 走吧 我送你去附近 不让他干净 不是吧 分手了 为什么呀 你现在好像没有原因 现在好像是 他变心了 谁这么大胆子 赶快雪儿姐姐PK 是一个奇貌不扬 根本就配不上你表哥的野丫头 好了 先不说这个了 你爸爸让我带你回去一趟 就知道会是这样 雪儿姐姐 你见过那你的吧 当然 不过这些事 你先别管了 那可不行 我非要看看 是谁有这么大本事 罗毅这家伙 竟然敢见一丝千 太可恶了 你把那女人联系方式告诉我 我没有 不过 我知道她家住在哪儿 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呀 你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我能控制的 那可不一定 我乐彤彤出马 好的拆散 坏的重逢 先要看我当时的心情 是 我一起遣到 没有 不过 不过 凤彤 机事 喜好 去他家还是 他家 打算让他父母也知道吗 没有 到了 我会把他约出来谈的 好 有话说 罗易 不管怎么说 真的很谢谢你 一切就远了 如果你跟杨康还能重新走到一起 我就要当孩子的干爹 是爹还是干爹总得站一个吧 这也算预约啊 假如他同意的话 我没意见 我会让他同意的 路怎么走 你来指挥 童童 如果你这次不答应跟我回去 恐怕 我知道 我爸还会想别的办法的 管他呢 开新天市一天吧 那好吧 电话已经给你了 有什么事情 联系姐姐 拜拜 拜拜 这不是小桃家的地址吗 我妈雷迪嘎嘎 疼吗 你说说你 把手弄成这样 妈看着心里多难受啊 你这个孩子啊 说你聪明呢 你聪明 说你傻 你怎么能就傻到这个地步呢 老婆 小桃哪儿来的 她到底干嘛 接不接 行行 我来 这家人一前一后的 想干什么 挂了 挂了 行行行 反正我们也不想接他们电话 儿子 把他电话给删了 这孩子全叫你给交坏了 快快快 杨康 我们见个面吧 我在你家门口等你 怎么了 去哪儿啊 干啥啊 儿子 儿子 你惯的 你惯的 谢谢你 行了 你赶快去吧 我公司还有事先走了 嗯 有事 给我打电话 你不是早有号码了吗 嗯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事 你的手 说 你什么事 怎么了 有事说事 没事散 干什么 都是要结婚的人了 还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怎么 想跟我说什么 祝福你 恭喜你 罗姨的事情 我再解释最后一次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然后呢 你在你前夫面前 解释男女关系 你想解释什么 你想说什么 我 能不能好好说话 我有事情跟你说 你说呀 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 怎么了 这儿不能说吗 有什么事不能在这儿说呀 林小桃 你别怪我小心眼 就你做那些事 是个男人都得小心眼 小心眼怎么了 小心眼是看得起你 证明他在乎你 如果他连对底小心眼都没有 你也就没了 懂了 到那个时候 你在我眼里 没了 没了 你懂吗 你懂什么是没了吗 你哭什么 你有什么好哭的 你有什么好在我面前哭的 你去找他呀 你这不都是已经要结婚了吗 去找他呀 你在我这个前夫面前哭 什么意思 杨康 你混蛋 我混蛋 我是混蛋 我当然混蛋了 我要是不混蛋 我怎么会稀里糊涂 娶了你呢 你才知道我混蛋 不啊 这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解放了 解放 亲身感受一下 解放了感受 怎么 回来干什么呀 找谁呀你 你要找谁呀 你要看你混蛋 你就是一大混蛋 我会让你后悔 一辈子都后悔 你委屈 我还委屈 我就是混蛋怎么了 我不仅混蛋 我告诉你 我还一穷光蛋 你找那公子哥去呀 去 我还有一辈子 你 响 如果不想听听我 取你前妻的计划 你就尽管进去吧 真是差劲 连听几句话的勇气都没有 你说什么 姓罗呢 我不想跟你说一句话 你少得寸进去 等我把小涛取进门了 你想见我都见不到 你左一个曲 右一个曲 你去问 关我什么事 其实总的来说 是关你事 所以我过来 跟你打了招呼 省得到时候 说我没通知你 关我事 他现在跟我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我前妻 我是他前夫 就等于前夫前妻关系 也就是等于 路人甲乙关系 你懂吗 好 希望你永远保持 这个关系 别再打破 谁破了 谁是孙子 看什么看 得意什么得意 那是我不要的女人 你要你拿就好了 你果然是混蛋 一点都没错 我本来就是混蛋 你是好蛋 你是世界上公认的好蛋 你去加个威 就更是好蛋 不要搁强 用得着你救吗 我吃了多少年 要你管得着吗 你谁啊 要不是这儿 你老子有钱 你嘚嗦得出来吗 嘚嗦什么 嘚嗦你个公子哥 除了有钱 你还有什么 钱是什么 钱是一堆粪土 你一天到晚 抱着一堆粪土 左嘚嗦右嘚嗦 你显摆什么呀 有本事 你离开你爸 我看你去骗小姑娘 骗呀 我看谁跟你 窃窃窃窃窃窃 呸 杨康窃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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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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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呢 要深呢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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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担心我去见杨康 但我还是去见 你放心 我什么都没有说 这种事情 也不能够通过我去说 之后打算怎么办 干嘛不直接去找她 就算当面不说 你可以发短信呢 我 我不想说 为什么 说不清楚 我不希望用孩子 来成为我们好好的条件 不管怎么说 这次真的很 不用再说谢谢了 这些事情我确实没法再说什么 只要你自己想清楚 再说吧 我想她会明白的 我相信她会回头的 多多说你有好消息 怎么了 没什么 好消息呢 本来是好消息 现在想想 算什么好消息啊 也许是糟糕的开始呢 说什么呢 听得我莫名其妙的 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对了 我们家准备进京水果夜了 我爸是董事长 我是执行董事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 得了吧 你还是先管好 你自己再说 对了 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不行的话 来我爸店里上班怎么样 我都说了 我爸是香港十大富豪 停 OK 换个话题 桃儿 问你件事啊 说 你跟杨康离婚 有别人的因素吗 别人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问 就是随便问问 你会是随便问问 说吧 是不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 等我捋清楚再跟你说吧 其实 这跟我没段的关系 但我肯定是向着你的呀 如果真的是那个人的话 我觉得他真的不适合你 这男人要是长得帅呀 他绝对不是一个优点 我觉得这女人吧 最需要的是安全感 这男人要是一帅 危险的系数无形中就增高了 他有个前女友你知道吗 哪个男的没点钱是啊 要离趁早离啊 后面还有人排队呢 是要谁拿去呗 说真的 那你告诉我 你刚才是见谁去了 见前女友吧 什么 什么 疼 疼 疼 别哭了 疼 疼 疼 你怎么会那么不小心啊 现在怎么办啊 喂 喂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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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罗姨啊 怎么失踪了 昨天不是说带女孩回家吗 发生了一些意外 怎么了 爸 我知道 我的事情你都会管 废话 你是我儿子 我不操心 谁操心啊 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 有件事 你能不能不管 什么事 又是你的女朋友 我即将要娶的妻子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了 行 那我不妨碍你 只要是你真心喜欢的 只要不是那个有夫之妇 我没意见 您放心 绝对不会是有夫之妇 这一点 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你还担心什么 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担心的 只是现在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的确让我 有一些担心 什么事情 现在还没到手术 你不是废话呢 我只是跟你打个招呼 我娶的人呢 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哟 口气还真不小 是公主啊 还是王妃啊 这么多年来 遇到那么多事情 我都觉得没有压力 但是这一次 不过我相信 我一定会啃过去的 我也相信 他一定会啃过去的 你说什么呢 你这没头没脑的 行了 您忙吧 小桃 多多 桃 你俩好好沟通一下吧 是吧 多多 你快过来 去 小桃 我和他 我和他那些事 是在你们俩认识之前 真的 你还记得 我那时候 跟你提的那个网友 叫独孤求败吗 他就是杨康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装在深圳 你不是想 和卢小禅 看一个网站吗 对 但是那会儿 我玩心中 再说是网友 总吵架 没过多久 就分手了 他有女朋友 你有男朋友 这个我都能理解 只是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第一次知道 他是你男朋友的时候 我惊了 我本来想告诉你的 但是 你们俩那时候 不是刚好吗 杨康说 等你们俩稳定了以后 再告诉你 可是等你们稳定以后 他说怕你生气 就没告诉你 小桃 我们分得很彻底 我承认 我后来是动摇过 但是 但是杨康 杨康他对你是死心塌地的 我先回去了 小桃 你相信我 已经没关系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桃 你也别说了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小桃 走走走 你看他没相信我 让我跟他说清楚 让他静一静 你再跟他说清楚 如果真的是朋友的话 他会回来问你的 好 是 如果 你 你 你